香港是一個繁華社會 國際金融的大都會 但原來每年都有超過三千人失蹤 每個個案都代表著一個家庭的創傷 有一個人每天留意著失蹤人士的消息 為了找回失蹤的人 甚至不惜上山、下海 他…是一個好人,Anson 以前讀書時期 我是皇家香港軍團、少元領袖團的隊員 學會了一些技能 急救、請力、一些軍事上的技能 當時開始接觸年輕人 經常說生命影響生命 把我們人生的經歷分享給年輕人 所以我也會把我所認識的技能 全部都放出去 直到一年 有個女生在飛鶴山見面 當時也叫軍隊 民間組織、導立武功、政府部隊 加了幾天後就找回 當然不是我們想要的快樂 但正正因為這個契機造就了… 那團火… 那團火成立一隊 我自己的制服團體 是 一隊真是… 簡單直接的… 可以代表香港人 以前那種精神 那種守望相助的那團火 那團火 晚上十一點 一般人準備睡覺的時候 但是Anson就要準備出動 今天你叫我來 有什麼可以幫你 有個七十多歲的伯伯 剛剛不見了 我們守望者會做什麼 就是貼街招 或者問街坊有沒有人見過伯伯 我想問問你有否見過這位伯伯 他現在已經失蹤了幾天 謝謝… 謝謝你幫忙,謝謝 如果真的這麼好看見就報警 好,謝謝… 謝謝… 通常我們大部分隊員下班 可能在七、八點 就開始集合託 然後就出發 你說做了幾點 通常我們會是四點多五點 才會結束 就是凌晨 凌晨嗎? 是的 每次的搜救行動都充滿儲美之數 唯有專業的訓練 可以增加搜救的成功率 我在香港守望者服務團的角色 是負責做訓練 以及做聯絡主任 你好,我是色澤14 我的名字是Adrian 我的崗位是負責任務工作 有一個模擬的練習 有一個中國籍男子 大概五十多歲 短褲、短袖衣服 戴著太陽眼鏡 個案是說他有點不舒服 出門口 沒有帶任何行山裝備的情況下 他行山 只知道他去了香港仔下水塘的方向 手提電話,無法聯絡 有機會我們可能要遊繩 所以我叫大家穿了遊繩裝備 預防真的要下繩去找他 通常我們會看社交媒體 在社交媒體調查一些關於尋印 或者是失蹤的案件的項目 如果我們看到有這些案件發生 我們就會主動聯絡案件的家屬 希望家屬會給我們資料 然後讓我們進一步 繼續進行行動 有甚麼情況 發現失蹤者 先生…動得到嗎 動得到 反應很奇怪 阿謙,請你醒來 先生,不用怕,我們現在來救你 這個時候其實負責下去的隊員 會準備一條安全性 我們會游到下面的位置 然後再跟這個病人 進行基本檢查 其實當我們收到個案件的時候 政府部門或官方立案 開始做搜救的過程中 他們可能正在部署 可能正在收集情報 在這段時間 還未能即時作出反應 我們就最快做了這個反應 其實是希望可以幫助正規部隊 在他們還未到達前 我們可能可以掩蓋一段時間 到他們來到時 我們可以把柔的資訊交給他們 這就是我們的黃金時間 他們正在設置扶手繩給病人 待會讓病人有助力 上來時會有一點支持